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悲將 我是阿倫在戴觀山 你們現在看到我還是用手機錄影 因為就是同一天 因為時間比較重一 所以我們就敢來戴觀山很廣 不知不覺走到 天風很低調 日本玩的人呢 大家會去什麼澀谷啊 鮮素啊 原色之外 其實現在還蠻多人喜歡 好戴觀山 因為這邊有很多咖啡店 然後還有一些衣服店 都會創店 還有一些特色角點 但人潮又沒有鮮素 澀谷這種很 觀光區的這麼多 嗨 大家好 這就是鹿角巷的珍珠奶茶 因為台灣人不會茶太多 讓他們紅茶的茶香 比較濃 珍珠稍微偏硬 我覺得他的聽情 就是像麥加勞的這個 很聽情 每次煮一煮熟 因為他們覺得頂端有多熱 如果你想要逛不一樣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看看 代觀山這邊的 文青家室或者是服飾店 其實很多 這邊真的有超多店可以逛 只是我們來的時間比較晚 所以拍到的店 有開的就真的不多 現在比較晚了 有些店都關了 不過這邊真的很漂亮 嗨 大家 現在有點尷尬的是 因為現在有點晚 因為現在有點晚 代觀山有很多店都關了 所以我們決定不僅 去澀谷逛街 耶 剛剛說澀谷 好像跟代觀山這邊 那天就跑到澀谷去囉 嗨 大家現在已經來到澀谷 然後我們從代觀山走到澀谷 差不多20分鐘的時間 會搭車跟走路其實差不多的時間 所以我建議 用走路然後慢慢逛 路上可以看到很多 代觀山的君民 或者是說是日本的君民 他們的正式生活方式 那我們回家就逛街囉 今天很Q 整體我看算很好 我覺得如果是在社群 然後要吃一個飽的 然後這兩話在我選 它是一定是算蠻高的 我覺得然後會有點費力 其實可能會玩 我覺得還是比較晚一點 最後配的部分 要配單柴 現在的澀谷在下雨 所以我們的行程有點被中斷了 好的 現在就是稍微逛一逛之後 就要回家囉 哈囉大家 我現在人在住宿的地方 對 現在我會換完我的相機了 就是上一支影片 剛剛KK Day的行程 結束之後 差不多六點多 然後我們會想說 那我們上次的代觀山沒有逛到 所以我們就特地跑到代觀山去 但是代觀山 因為比如說 有些店其實都灌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提早去 如果真的要去逛的話 就提早去 代觀山其實走到澀谷 花個十八到二十分鐘的時間 其實就可以走到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用步行的方式 然後走到澀谷去吃晚餐 那明天要去迪士尼 所以我們剛剛有買了一些吃的東西 今天要比較早休息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啊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麻煩先幫我按個LIKE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趕快訂閱訂閱我的IG 還有FB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